8月4日,在韩国经济到果川机务司令部大楼,南永辰在机务司令就任一事上镜里。 环球网综合报道,韩联社,31日援引韩国国防部当天消息表示,替代国军机务司令部的新情报机构,军事安保支援司令部,将于9月1日正式成立,新任机务司令南永辰将被任命为军事安保支援司令。 在成立一事上,韩国国防部长官宋永武,将把部队骑售于南永辰。此前,南永辰本月初期担任新司令部,创设筹备团团长,负责安保支援司令部成立筹备工作。 根据韩国国防部国军机务司令部改革委员会提出的建议,机务司令部改革委员会提出的建议,机务司令有的4200余人将财制2900余人,其中750余人将被调派至陆海空员所属部队,还有580余明士兵将退伍。 韩国防部相关人士表示,安保支援司令部成立后,人员规模约为3400余人,明年裁剪完毕后缩制2900余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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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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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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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